日本人种植大葱 没有大型机械 依然惊喜高效 大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食用的东西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深受人们喜爱 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而我国大葱的产量占到世界的40% 大葱种植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区 种植面积约为50万公顷 虽然我国大葱种植面积巨大 但是大葱的种植方式却比较落后 主要以人工种植为主 这样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效率还很低 相比发达国家的农业种植 我国在农业种植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仍需努力朝着现代化农业进军 我们知道 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在农业种植方面具有先进的技术 而且实现了机械化种植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可以说称得上现代化农业 这是值得我们国家学习的 当然在农业种植方面 除了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外 日本的农业种植技术也是相当先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日本四面环海 土地面积小 而为了提高种植效率和产量 他们对农业方面很有研究 发明了很多小而经的农用机械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就拿种植大葱来说 虽然是很简单的活儿 但是日本的种植方式依然精细高效 非常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那么你们知道吗? 日本人是如何种植大葱的呢?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日本人是如何种植大葱的 日本人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人工劳动 提高种植效率 实现了流水线标准化种植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葱苗的培育 它们的培育方式不像我活 将种子撒到地里等着发芽长苗 而是首先准备蜂窝状的育苗纸波 将纸波放在托盘里 然后将培育土铺满纸波 并用毛刷扫平 再将蜂窝状的塑料隔板 与育苗纸波吻合 放入种子 晃动几下 种子就落到了育苗纸波中 然后再铺上培育土找屏 这样就完成了 纸波的播种工作 随后将纸波 放入大棚里面 等待种子发芽长出葱苗 大概十天之后 葱苗就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需用割苗机 将葱苗从中间部位割掉 这样能减少葱苗的水分蒸发 以便接下来的移栽 提高成活率 接下来是耕地起拢 用到的是一台 类似拖拉机的耕地机 耕地机后面带有铁梨 铁梨上带有三个旋转的刀具 机器开过去 既能够将土地翻耕 而且还能起拢 一举两得 起拢之后 接下来就是葱苗的种植 这时候要用到的 就是这台小型的种植机 种植机外观 就像一台小拉车 将长满葱苗的指波 放置在拉车上 指波是由一个个小蜂窝孔组合而成 指波上面的每一个蜂窝孔里面都长有葱苗 而且每一个蜂窝孔都可以拉开 就像一条很长的线条 将指波上的第一个小蜂窝固定在地里 然后拉着机器慢慢地往前走 这样指波上的小蜂窝 就会呈直线的被拉开 然后经过小拉车后面的两个轮子 将葱苗牢牢地种在地里 这样的种植方式规范 精致和高效 一个人一天能种植10亩地 效率还挺高的 反观我国大葱的种植方法 可以说是粗放型种植 虽然有机器来种植 但并没能做到 像日本人这样规范精细的种植 更不容说标准化种植生产 当然产量和效率也就没有日本的高 虽然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能够领先世界 但在农业方面 要想达到日本或者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还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也需要多多学习人家的优点 或者将日本这样的机器引入到我国 以此来改变种植效率 提高生产量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我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